我被孕一年了,月经不调的毛病一直都有,从一开始的延迟几天,到后来的三个月没有来月经,没被孕之前靠吃黄体虫才会撤出性出血,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停药过,其中的煎熬我就不一一写出来了。 这一年来,虽然说是被孕了一年,其实真正有优势卵汤只有三个月,第一个月是吃醋排卵的药,两个卵汤可能太大了,打了醋排针,质量不好,后来可能是生化了。 我伤心了一个月,第二个月吃了某排的调精醋运丸,有自兰排卵,低潮监测有一个优势卵汤,跟第一个月一样的可能是生化了。 律师直淡淡的一直没有加身后来就来月经了,我的鸡饼备孕小经验,二月经不调的姐妹,我只知道我小姑告诉我,想怀孕,一定要让子宫热起来。 大夫也告诉我,还是要先调理好周期,所以我从去年也是坚持喝红糖加水,最好早上空腹喝,如果不是容易上火的体质,可以加红枣勾起。 这个应该人人都懂得暖工暖微茶,可是谁又有坚持呢? 三,月经干净后,黑豆四十几颗黑糯米一把,可以前一碗鲜泡泡,第二天熬糖加点冰糖,连吃七天这个市场暖泡的,很多鸡都是只熬黑豆,其实加了黑糯米味道非常好,而且黑糯米对身体特别好,我上个月终于有坚持吃七天。 以前都是三到四天,没有加黑糯米。 四,我是子宫口味,很多亲说要垫屁股,我之前的确每次同房后,都是垫高屁股。 这次年尾店里生意很忙,我没有时间去吃药,然后停药的这个月,没有时间去听肩测抬卵。 就测了一条墙羊就安排了一次,同房后测了一边躺了一会就起床上厕所了。 的确测一边,经验不会溜出来,可以丢高一会再测一边。 没有想到这个月真的就中了,以前每次自己都会堆症状,非常紧张,希望非常高,这个月真的就是抱着没有中就放弃了。 老老实实是中药,感谢宝宝来到我身边,我做这么多努力是有用的。 谢谢你,跟我一样的姐妹可以参考一下,希望你们也能够坚持。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,泡脚跑步,希望这些对你们有帮助,大家都可以功内好运,足月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了一些线线XY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